看看新闻吧 其实我刚刚就在后面建议组委会要把这个奖杯看好 省得被他们大家的剧组偷走 别闹了 这我还真不敢偷 其实呢 今天跟你颁奖是我的荣幸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记得上去年的上海电视节 你是和张嘉义 我嘉义哥哥一起颁着奖 20分钟以后呢 他就获得了最佳男演员 不知道今天再过20分钟 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我觉得应该什么都发生不了 因为呢 今年这家男演员的提名里面暂时还没有你 但是希望你加油 但是这些人呢 他们都有可能获得最具人气男演员的奖项 好 那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今天的 最受观众青睐男女演员奖 你先来 好我先来 那 搬这个奖的时候 我先再说两句 这个女演员我很熟 我跟她认识很久 关系也非常好 而且看着她一路走过来 然后还能保持像现在一样 特别清纯 特别干净的眼神 真的很替她开心 虽然她年纪不大 但是我觉得 她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 她真的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 很开心她能得到今天这个奖 18届上海电视节电视连续剧互联网观众票选 最具人气女演员 我的好朋友刘诗诗 网络投票数 两亿一千四百八十七万三千六百零五票 恭喜诗诗 哇 超过两亿的票选 那我们也请雷佳音来为我们再继续宣布 我给她颁奖压力很大 第18届上海电视节电视连续剧互联网观众票选 最具人气男演员吴奇隆 有请吴奇隆上台领奖 网络投票数两亿两千六百三十一万八千七百九十三票 好 她也得到了超过两亿人次的票选 好 有请两位到舞台中间来吧 这样没有话筒的阻挡大家能够更好的一读你们的风采好不好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杨幂 送给雷佳音 谢谢 谢谢两位颁奖嘉宾 恭喜了 恭喜 而且两位都是出自于一部电视剧 也是一种巧合 因为评选你们的是观众 每个人都有超过两亿人次的票选 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摄像机对这些票选的观众说几句话 我觉得你们说的应该长一点 因为杨岚已经提醒你们了 有两亿多观众投票 加起来有四亿多 我想投给诗诗的跟投给我的应该是差不多的好朋友 那我想 哈喽哈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这边领这个奖 那确实在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 支持我们的朋友在新媒体上面 在各个网络上面都很努力地帮我们投票 那大家为我们创造了奇迹 我们也会更加努力 谢谢我的熊妈们 谢谢你们 谢谢 也再次恭喜 那么诗诗也来说两句 谢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谢谢小狮子们 这个奖属于你们 谢谢 哦 他的粉丝是小狮子们 你看你们俩在一起合作吧 一下子都拿下网络票选的最具人气男女演员 有没有下一步打算在一起合作呢 有吗 我想应该会有的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给我们支持 我们会更努力 是不是接下来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时装剧呢 他们好像对于自己要拍什么不太清楚 还是不骗你臭的 应该有吧 应该有吧 但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 杨拉丽就是想知道 你们接下来是准备 继续拍一些古装呢 还是多拍一些时装剧 偶像剧 我们会选择各种不同戏的类型吧 所以我想这次我们是因为古装戏来的 下一次我们会因为别的戏来 好 再次把悬念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再次掌声祝贺两位 好 再次掌声祝贝